我看到最近东南亚国家都纷纷发出了那种疑问 中国游客到底去哪里了 发出了这种灵魂拷问 我们看泰国的数据的话 好像中国游客还恢复的挺猛的 但是泰国的旅游数据一向是注水的 可信度不高 最近有一个东南亚国家发布了最新的国际游客的数据 这个数据是比较可信的 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 也是东南亚唯一的一个发达国家 并且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不是靠旅游吃饭的 所以说它的数据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在最新的海峡时报的一篇文章 说中国已经开放了那么久 为什么中国游客没有回到新加坡 就说从1月份到5月份 做一个比较的话 中国游客到目前只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的20% 只有以前的五分之一的游客量 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篇文章中它就归来两个原因 一个是国际航班 现在票价比较高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原因是不存在的 现在的机票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 甚至比疫情前还更便宜 大家看一下最近的促销信息就知道 另外一个原因 他说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中国旅游者消费是比较谨慎 在疫情前的2019年 1月份到5月份 中国游客排名新加坡入境的外国游客第一名 总共游客数量是155万 到了2023年的今年 1到5月份 第一名调到了第5名 然后游客数量只有31万 只有疫情前的五分之一 但是同时 其他国家却恢复得非常的快 如果是大家恢复都很慢 可能是疫情的原因 或者是国际大环境的原因 但是其他的国家恢复得都很快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国家 最亮眼的就是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现在已经是排名第一了 在疫情前 1到5月份总共是118万游客 但是在2023年的今年 他的游客数量达到了90万 就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了 所以说非常的迅猛 并且是排名第一 第四位是印度 印度在疫情前是第三位 现在退后了一位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游客恢复数量 在疫情前他是60万 现在是42万 也恢复了70% 唯独就是中国 只恢复了20% 所以说这个差距真的是触目惊心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还真是我们没钱了 还真是我们没钱了 特别是这一次重新回到泰国 因为三月份四月份 我回到国内 然后五月份我重新回到泰国 这两个月我感同身受 感触特别的深 我感觉自己的那种开支 比以前大了很多 为什么 就是因为汇率现在下跌的非常的厉害 我们对泰铢的话 在前面几个月 基本上就是五左右 一块人民币对五 在最高的时候 是一块人民币对五点四 但是我们现在直接就 因为我现在存了一个八十万泰铢在银行账户里面 这个钱是不能动的 就是说还看有没有最后的机会去办养老签的续签 所以说我现在我们生活的开支的话 就是我不断的在用人民币在换泰铢 基本上的汇率就是因为跟私人在换 一般就是四点八 算下来的话 从五点四跌到四点八 跌到百分之十三左右 也就是说我拿一万块钱人民币 到了泰国来使用 就是还没用之前 那一万块钱的购买力 就直接就变成了八千八百块钱 所以说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并且国外的通货膨胀是很高的 上月份四月份我回到了国内 发现国内不仅没通胀 还在通缩 那个物价好像比疫情钱还要更便宜了 比我当时离开中国到泰国的时候 还要更便宜了 但是到了泰国就不一样了 泰国现在的物价相对于疫情钱 至少是涨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吧 这个还算是比较温柔的 你如果是放在欧美国家 你到这些国家去旅游 现在基本上都是翻了一倍 不管是食品的价格也好 还是酒店的价格也好 还是你住宿租房的价格也好 基本上都是翻了一倍 你在你的人民币缩水到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 当地的物价又翻了一倍 所以说中国人拿人民币到海外去旅游去消费 这个是非常的吃力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收入也少了 不仅是我们的汇率跌了 我们的收入也少了 像一般中国的家庭的财产性收入 我们讲财产性收入就不说他因为工作的薪酬 这个就没有参照性的 我们一般普遍性的财产性收入 无非这几大块 第一就是股市 大家现在看一下中国的股市 全球股市基本上都在涨 特别是美国股市涨势如虹 现在都不知道翻了几倍了 但是你看中国股市现在还在三千点徘徊 那些个股跌得一塌糊涂 绝大多数的人 在股市上面没有挣钱 还在亏钱 家庭财产还在因为股市 这个无底洞还在缩水 另外一方面 大家说我不炒股 比如说现在我也没炒股 所以说也算是躲过了一劫吧 我以前的主要的家庭收入来自于什么 就是来自于银行理财 实际上我也说过 我35岁以后就没工作了 我实际上这十九二十年 主要的收入就来自于 以前的积蓄的银行理财 在以前中国的银行理财 那个收入是不错的 基本上就是在5%6% 以前7%8%都有 但是最低也没有低过10% 但是去年这一切就改变了 改变了我们对银行理财 这十几二十年的这样一个印象 以前就等同于银行成款 没有任何风险的 但是去年就完全不一样了 去年我当时买了几款理财产品 基本上都是承诺的年化收益率 百分之四点几 到时候到这个理财产品出来以后 发现不仅没有收益还亏了 亏了将近一个点 这样算下来的话 你本来应该实现了 百分之四点几的收益没达到 还亏了将近一个点 象征于一来一回 你相对你的家庭财产 就损失到百分之五点几 这个相信对大家的影响都比较大 特别是像我这种家庭 相对于我最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现在没有了 当然还好 我在印象界因为开始做自媒体 有一部分自媒体的收入 但是我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于银行理财 现在这个银行理财几乎是没有的 我现在都不敢买那种长期的理财了 我以前买的那些 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半年期的 一年期的 现在就不敢了 因为在去年这种经历太痛苦了 你每天看着你的存款的收益 每天都在亏钱 但是你不能赎回 因为你买的是比如说六个月的 所以说现在我只敢买那种 就是T加1的 就是说你今天赎回明天可以到账的那种 就是说万一有风险 我还可以及时止损 不会亏损本金 收益低点就低点了 像这种理财产品的话 它一般收益告诉你的也就是二点几 并且还是行情好的时候 行情不好的时候 那个是不保本的 有可能也要亏损的 平均也就是可能2%左右吧 也就是你目前啊 你一个家庭 你去银行理财 你能拿到的收入啊 并且还是有风险的收入 也就是2% 也就是中国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 可能有些人还有房租的收入 实际上我也一样啊 我在成都的江西街那里 有一个70多平方的套二的房子 后来我把它改造成了套三 当时是租给三个在华西医科大学的 那个附属医院的护士啊 他们是这种 他们是每年华西医院啊 因为这个是全国排名前三的很大的医院 所以他每年就有很多 全国各地的护士学校毕业的护士 到华西医院来培训啊 他们叫归陪啊 具体什么意思 我也不清楚啊 培训时间是一年啊 因为我的那个房子离华西医院很近嘛 所以说我当时就租给了三个啊 来参加培训的护士啊 他们有的是培训完了以后就留在华西工作了 有的就是培训完了 然后回他本来的地方啊 来自很多地区的都有 比如说四川的就不说了 还有重庆的 甚至还有新疆的啊 现在就有个新疆维族姑娘啊 住在我的房间里面 以前我的那个租客都没断过嘛 他们来来往往啊 但是一直就保持三个人住在里面啊 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 今年快到期的时候啊 他们告诉我 有一个他们的同事啊 就离开了 他们现在找新的同事啊 以前很容易啊 经常都有人在问的 但是住不进来 现在说是很难找啊 具体什么原因啊 也会影响到医院吗 我不知道啊 但是他就一直没找到 后来那个合同就到期了 我当时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现在是准备不租了 还是你们两个人啊 还是把他租下来 他们呢就不愿意两个人租下来 但是现在让他们搬走的话 他们一下又找不到合适的去处啊 我就说那这样吧 我给你宽限一个月啊 这个月的话 你们就按那个租金的 给这个月的三分之二吧 作为一个缓冲啊 你们去找其他的住的地方啊 或者是这一个月 如果是有新的人进来啊 你们三个人 然后再重新租啊 他也答应了 幸好啊 在这个月宽限期内啊 他们找到另外一个 也是来归陪的一个女护士啊 这样的话 他们再重新去 从这个也看得出来啊 以前从来没有问题的 一个租房啊 现在也变得是逐渐开始有问题了 你不一定能找到租客了 可能全国其他城市 也会遇到同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到东南亚旅游的 中国游客越来越少的 最基本的原因吗 还是我们中国不得不承认啊 我们中国人现在真是缺钱了 以前那种财大气粗啊 灰金如土的中国游客啊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真的也快接近于消失了 实际上这样也是一件好事情啊 因为以前我们给东南亚国家 乃至全世界国家的印象就是 人傻钱多啊 到处挥霍啊 并且永远不缺中国的客人 所以说有很多国家就逐渐逐渐就脚轻起来 比如说像泰国这样子啊 一边赚着中国人的钱啊 另外一边还公开表示不喜欢中国游客啊 给你设置各种障碍 不待见你啊 让你连个旅游签证都不给你啊 你要来那落地签吧 什么啊 逐渐逐渐它就会失去中国游客这个市场 让通过这一次啊 让大家意识到中国游客也不是那种说来就来啊 招自己来挥自己去的啊 也是一个宝贵的旅游的资源 你如果不善待它 有可能会永远失去这个市场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